民眾拍照打卡上傳 背景看得出來 有的在東區 有的在華山 還有和平公園 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白色汽車綁著氣球 吸引目光 讓來往民眾不由得多看兩眼 覺得很特別 因為走在路邊 如果看到一台車 有這個氣球這樣 其實會多看它幾眼 它停下來有一個QR控制 你會馬上知道它在做什麼 會對它感到好奇 汽球上斗大的標題 是網路對知名汽車品牌的 只要拿出手機掃QR Code 就能連接到車主現身分享的影片 破除質疑 我覺得這樣會讓我思考說 如果他敢把這些問題提出來的話 我覺得代表說車商對於 他們這些問題 有相對的自信 有能力去解決這樣子 剛好自己也想買車 那對這些就有 這個議題就會想要去了解 所以就吸引到我這樣子 車商在台北四個鬧區 設置神秘氣球 讓民眾上傳臉書打卡 透過車主之聲 為大家解答疑慮 也成為另類型銷售法 這次新聞送不到